沿石头小路而上,捷拉村的古老民居出现在我们眼前。 这些石头砌城的房子已经在这里处理了几百上千年。 在村民口中,玉树的安冲箱盛产生。 而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石头房子,正是青海传统的藏式雕房。 墙厚约80到100公分,外形坚实、稳重、粗犷。 这栋房子刚刚村之处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,那在我的右手边也有一栋相似的房子。 它也是用这个实质建造的,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 那在这里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,那虽然正后他是住去了新家,但是呢,在每天赚金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到这里来。 那让我们进去一起看一下。 地层是深处圈,楼上住人。 这是青海最原始的雕房结构,他们建在被风向阳的山坡,最早是为了防御外敌和野兽的清洗。 拉着老人的腿脚已经很不方便了,但每天都会爬上老房子的二楼待一会儿。 对于他来说,这旧雕房承载着他一生的回忆。 虽然拉着老人的房子在地震中保留了下来,但杰拉村的多数民居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。 单则的奶奶家也不例外。 老房子不能住了嘛,老房子不能住了之后就是新建的,这一片都是新建的,以前都是没有的。 小时候我睡在这的,这有个床,我就睡在这的,然后那个地震了之后不是搬进新房子里面了吗? 搬进新房子之后,然后我就没怎么过来了,我今天就过来哈,以前在这边有爷爷子,然后跟奶奶就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在我的印象中。 就虽然这些房子都是破破烂烂,但对我来说蛮感慨的。 这就是我小时候拍照片的那个地方,但是我在这里就这么了,现在长高了,所以今天带奶奶过来我还想拍一张。 好。 那那自己回来。 走了。 你们好了吗? 老房子已经尘封了,如今,丹泽奶奶家已经搬去了政府重建的安居房。 在周上工作的丹泽,颠簸了一百多公里的山路,回家陪奶奶过年。 在外漂泊的游子,和守护着家乡信义的老人,在新年里团聚。 在外漂泊的游子,和守护着家乡信义的老人,在新年里团聚。 新盖的藏式民居任务,与古老的雕房相互运产。 对面一条河,后面一座山,不扰洞山河。 吉拉村的民居,不仅是藏式建筑传承千年的缩影,更是几大人共同家的方向。 吉拉村。 距离玉树大地战已经过去八年了 岁墟上重生了一座新城 玉树中95%的建筑都是重新修建的 但依然随处可见传统像是的影子 对这里的藏民来说 房子也许是新的 但属于他们的精神领地却不曾改变